我來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你在網路上找一下舒子老師的關鍵字 就會找到很多跟我相關的 那首先呢 第一個你會看到的就是我的那個部落格 好部落格 那下面第二個呢 叫我別人先拿出來一下 下面第二個 第二個是 雅虎奇謀 各位應該知道雅虎奇謀 在過幾天月底就要怎麼樣 雅虎奇謀部落格要收攤 吳明也是啊 所以如果你曾經是還沒有搬家的 記得趕快搬 時間到了就走不了了 就是永遠消失 好 那另外呢 我有在YouTube上有開閉頻道 所以我外面演習的部分 我都會把它放在上面去 所以您也可以到上面找 那首先您進到我的那個部落格 點進來之後呢 在上面這邊 也可以直接點到我的YouTube頻道 好 比如說我現在點過去給您看一下 您進去之後呢 我這邊都會有這個清單 就是每一次的演習 我會把它變成一個清單 那 跟我們今天錄影也有關係 因爲你要做教材 請問 我三個小時錄一段影片給你 你要不要看 蛤 要看 我真的好感謝你 只有你點頭 絕道多數人是不想看的 爲什麽 誰要在那邊快找 對不對 就算你可以捲軸 我也是很慢啊 我也不知道在哪裏啊 所以我都有幫你分開 針對每一個主題 所以 你可以點進來看一下 好 我會照這個順序 比如010203這樣 那這樣子 你要看 是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對不對 那各位畫面我要切過來一下嗎 稍微切過來一下好了 你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來 有嗎 沒有 那我看一下 好 那他不要讓你們看就算了 就看上面好了 然後 沒關係啦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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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螢幕夠大 不夠大的 我等一下放大 來 那我放大一點好了 這樣應該夠大了嘛 來 這個拿掉 我就是會照這個 就是會像這樣 每一個稍微把它分開 那你對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主題 有疑問的 你就可以再做repeat 再做練習 對不對 自己去看 我想這個 這樣的話 其實老師也比較輕鬆 因爲 同樣的 問題很多 我們會重複問嘛 那不同的年 就是不同的年度 還是會有所謂的FAQ常見題 所以如果你整理起來了 其實下次就可以告訴同學 答案就在影片中 回前面一個 好 這個關鍵字要會找 呵呵呵 這個 是嗎 這個 好 下一個 如果你進去了之後 在我的上面 這裡 在這邊 點進來就有了 好 點進來 你一進來 我這邊就會有影片 我都有照這個 像這樣 那每一個就是 稍微分類一下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就是 各位呢 呃 我們今天的這些 所謂的免費軟體 我也有整理在網路上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方便帶回家的 不用跟我要 直接上去找 直接拿就好 也不要跟我講 你拿了什麼 反正 慶菜你拿啦 我到這裡用開放 open 好 所以你點進去 那我也都有幫各位把這個 軟體分門別類 點進來 基本上我們今天主要是講 錄影這一塊還有簡報這一塊 所以 您看看 如果您預設的話 你可能是這個所謂動態磚的形態 有沒有像這樣一顆一顆 反正這一個就是資料夾 只是我把它變成 這樣子清單式的 各位再看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好 看得清楚 那 我們今天主要用的就是在這個叫做 螢幕錄影類的 再往下 在這裡 有看到了 螢幕錄影類的 還有就是那個簡報互動篇 主要是這兩個比較多 那如果你要整個資料夾抓的 你就隨便勾一勾 按下載 但是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下載東西檔案比較多的 可能他要求你輸入微軟的那個 MSN帳號 因為這是放在微軟的那個Skype driver上 所以如果說你可能一次抓了 也許你要去申請一個微軟的帳號 看都沒問題 但是抓有時候會有 有時候不會有 所以這個您再看一下 反正正免費的 他也不會要求你要付費 OK 這個這樣應該大家就沒問題了 那再來呢 我們今天的簡報的話呢 是用這個Press做的 我們好像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 延期就有介紹到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下 你看我們今天的簡報在這裡 是這樣子的 所以如果你之前 沒有來上過 簡報誰規定一定要跑回你做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也可以去看一看 這個也是雲端服務 不用安裝軟體就可以用的 所以我有把我之前有用的這些簡報 我都有放在上面 Open在上面 你可以參考 也可以參考 但是上面還有很多別的好的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OK 因為我們第二次就是講這個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的部分 好 那您大概知道了之後 我給各位稍微看一個地方 因為既然我們今天要做數位教材 要做什麼 影片剪輯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各位 平常你都用什麼軟體 假設影片剪輯或做數位教材 PowerPoint也算數位教材 這也算其中一種 只要是電子檔都算教材 Word檔也算 Excel也是 只是如果你是做影片剪輯 可能大部分 免費軟體就比較少 真的比較少 一般比較常見的 當然常見的就那幾套 一個比較會生會 一個叫威力導演 再來叫Premium 比較常見的這種剪輯軟體 那我們今天給各位的這一套是免費的 免費的 那它 你可以用安裝的 也可以用免安裝的 那免安裝 也不是我特別去製作的 我只是把安裝完目錄扣出來 就變免安裝 所以也不用破解 也不用破解 那我給各位看一個地方 因為像我現在在學校裡面的話 我們學校用的數位學平台 應該是跟學校的不同 跟我們中正的不同 不過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 像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的教材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在上面 事實上我們要做數位化 不是說檔案電子檔給你就叫數位化 這樣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所以我在上面的話 我會把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我會把所有上課會用到的 包括什麼 大家通常對數位學平台最大的印象 叫做作業區 因為 一點都不想上來 只是老師規定要叫做要從那邊教 因為老師不收email的 也不收紙本的 一定要在上面對不對 很抱歉 這樣子你對數位學習怎麼會有興趣呢 雖然我們教做也是在上面 但是我會多放一些 比如說 同學有做得不錯的 我都會把它整理起來 而且我都把他們原詞檔丟給他 他可以參考 這樣不是更好嗎 對不對 他看到別人的可以學習 那再來我們剛剛講的 你教了一段時間之後 一定會有什麼 同學也屬於常常問的問題 那每次都問 老師每次都講 不累嗎 老師應該要做一些其他事情 叫做研究 老師要做的不應該是一直repeat 那個是錄音機要做的事情 對不對 以前我們學那個語言學習機 他不是就有那個repeat的功能 因為一樣的東西 老師一直講 對同學來講 其實有時候同學也會問的不好意思 有的他都聽過 那個有問過 可是他還不知道怎麼做 自己上去看 對不對 你們現在都很會爬文 很會爬 對不對 網路上Google也會找 可是有時候就是因為資料太多 反而找不到你要的 所以我們只是把它整理出來 那再來 當然我們上課都會錄影 上課這一塊我每周上什麼 我可以很清楚告訴你我們上過什麼 那再來就是我的教材 通通都會放在上面 還有呢 有部分的軟體 免費軟體會放在上面 還有就是我們上課會參考的資料 那因為我在學校主要會用到 就是 視訊特效還有網頁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很重視所謂的素材 所以在素材區 我就會放給同學免費的網路上免費的資源 而且最好就是比較沒有版權的問題 我知道大家也會找 通常到對岸找 因為對岸資源很多 可是那邊通常就是比較會有版權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比較少會提供那一塊的 我就盡量找 因為現在同學還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懶得看英文 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只是老師比較勤勞一點 我就多看一點別的 我們其實老師跟同學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只差在什麼 一個用的時間比較久 經驗比較多 對不對 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事實上這些工具大家都有 只是差在說 你有沒有認真去研讀那些資訊 研讀那些資訊 那像這樣子 所以呢 您看我在這個教材區 我們所有的像我們最近是上這個 叫做電視牆 那我就會在我們的教材裡面呢 就整理一下給他看 有應用在什麼樣的範圍 那我們看完了之後呢 我就給他看我們今天要做的內容 我們做的就像這樣 電視上你常看到嘛 對不對 因為這是視訊特效的 所以我會在這邊 再把我的學習重點整理好 相關的素材整理好 要上什麼 有用到什麼東西 我都整理好了 請問 這樣子 在看的時候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對不對 那 像最近這兩 兩週以來 有沒有大家覺得比較冷一點 有點想 不要來上課 今天還好對不對 今天外面太陽很好 所以我這個禮拜還要做一個調查 做什麼調查 因為怕下禮拜也很冷 所以我就調查了一個 這個 下個禮拜二用遠距教學 是不是同意 結果 這一班還不錯 有四個不同意的 好高興 但是其他27個同意 所以我為那四個 我還是會到學校去 只是我們用遠距教學 那有的學校有買 有的沒有買 因為我們在這邊有這個遠距教學的 這個限帳會議 就直接 像我下禮拜我已經開好了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們期中 好像我期中期末 我都是 讓同學在直接在上面就好 那這個上面他會自動記錄下來 你可以錄影 你可以把同學討論的過程留在上面 怎麼樣 下次我可以不要來嗎 直接參加遠距就好了 這樣教學比較豐富之後 同學會發現說 一件事情 上數位學習平台 不是來受苦的 是來挖寶 對不對 你這樣才會覺得說 我喜歡上來這裡 就好像你喜歡上Facebook 喜歡上網路去Google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那邊可以找到你要的東西 對吧 你看我們在這邊 有講過的 同學討論的 因為 期中期末比較單純 就是我會請他們上來交作業 然後 填填我們問卷 因為我都會調查一下 看看 期中 調查一次 期末調查一次 因為期中的時候 調查一次 我還在自己改進 因為有些同學會覺得 老師 哪個地方不滿意 對不對 我們可以改進 那 雖然老師也對學生有很多complain 但是不要對替 我們要的是互相溝通 那 像這樣子 填完了他就OK 那但是我們下禮拜 我們就不會這樣 因為我們這真的是要遠距的教學 好 就遠距的教學 另外呢 在這邊 我們剛剛講的上課錄影片 您可以看到 在這裡 好 我每一週上什麼內容 比如說像我們上 第13週上的內容 我都把它 寫在上面 他也可以個別下載 特別下載 那可能很多 老師或同學就有一個疑惑 啊 影片喔 影片一般 如果你像我們後面這樣 用DV錄的 請問你會想要來看嗎 因為連下載都要很久 誰想要下載 對不對 所以我的檔案 原則上大部分都是 10到15分鐘以內 那 一個檔案 我們今天錄影的這個軟體 錄下來 1分鐘 大約是1到2MB 所以我給您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好 我們看下面這裡 你就比較清楚了 第一個 講比較久 所以71MB 有沒有 但是下面這個有沒有都2-30MB 請問這樣 如果你在學校的網路下載 會不會很慢 應該還接受嘛 對不對 對 因為你現在隨便下個影片 也都要這麼大 除非你是下載很大的軟體 或者是什麼 變件片 才會幾句 不然的話 像這樣下載下來 你要直接打開就可以看了 只是因為學校這邊 他沒有辦法直接砍入 讓我去弄 所以我就是變成影片 單一檔案讓同學下載下來 自己看 所以有些人 前兩周 很冷的 他就沒有來 沒有來的時候 怎麼辦 也不用補課 自己上去看 對不對 這樣 你有了自由度之後 其實 應該跟同學之間關係 會稍微改善一點 比較不會說一定是 哦 老師 你放在上面沒有什麼東西 只能有交作業 這樣很累 而且其實數位學費秒有個好處是 我不知道學校是怎麼樣 但是 我們學校採用這個系統是 你只要在校的一天 你都可以回顧一下你以前 也就是你今天修過這個課了 這個學期 比如你現在大二 那你可能大四的時候 我發現 我以前上過大二什麼課 你可以隨時回去找 那我資料很豐富 我就沒有關係 反正你以前叫做作業 你以前上過的教材 隨便你都可以上去 所以其實對老師而言 你只要把這些東西準備好 第一次最難 因為從無到永 但是慢慢的累積之後 我會發現一件事情 以後我在準備課程的時候 我只有花大概30%的精力在做什麼 更新 更新增 假設沒有變的 我就反正copy過來就好了嘛 對不對 而且 請問 老師或同學你在自己的電腦 請問有沒有電腦壞掉或隨身點壞掉 有對不對 難免嘛 我放在學校 學校負責幫我備份 弄壞的他要負責 學校設備比較好啊 我們哪有那麼多淺的設備 對你還是自己要備份一個 但是 就是學校會把你保存好嗎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數位化的部分不在於說只有單純檔案數位化 因為這樣子對大家來講 其實幫助相對比較小 差在什麼 檔案傳輸比較容易而已 不用拿去影韻店 影韻店就比較沒賺那麼多錢這樣 好 所以跟大家稍微簡單分享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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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